中國大陸發射了東風31AG 這就是一個核武的突穿能力 而且這是全世界都可以打擊到能力 所以美國當然看得很明白 來看到9月25號真的是一發入魂 解放軍向太平洋發射了這個導導彈 44年全射程展示了核打擊能力 當然向美國展示我的實力 五角大樓的發言人就說 真的我們提前收到的通知是好事 所以美國看得清楚厲害在哪裡 另外來看到其實他特別選的是 遼寧艦過生日這一天發射導彈 12歲的生日 遼寧艦最近也進行艦載機起降大概400架次 然後日本當初的時候是沒有跟日本通知 為什麼因為我又不是射你這邊 我又不是往北射 我是往南部射的 但是日本很生氣之外 石破茂他11月1號出任總裁首相 這一塊包括中日的關係也引發大家關注 但是他上任之前迎來不好消息 就是日股大跌1800點 跌幅很大 然後就是市場擔心他鷹派立場 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嗎 就安倍經濟學校走向終結嗎 會不會為加息掃除障礙等等了 另外其實來看到是說什麼 他曾經也講過這些比較嗆的話 什麼呢 北約像亞太的軍事聯盟要帶到亞洲來 北約亞洲化嗎 然後來看到還允許自衛隊危害射擊 鷹阻解放軍 我覺得這一次東風31A機 洲際彈道飛彈全射程的 這個試射成功 有四個在戰略上的意涵 第一個中美之間的核武威脅 也與鶴阻浮在檯面上 美國以前過去說中國到了長期以來 維持就是第一數量的核子彈頭 那但是呢對於這些載具投射的武器 其實也沒有在做新一代太多的更新 那但是呢從前年開始他認為說 他在彈頭一下增加300枚 今年他說增加到400枚 然後呢我們又看到過去這個火箭軍的一些風風雨雨 這個一個東風的試射成功 解決了一切 告訴你我們現在扶在檯面上 我們的面對面就是 而且還不是最新 最遠 所以他也不會去通知什麼日本 或者是澳洲 其實都可以打到一萬三千里 如果你把他這個 車輛拉到從南海島 海南島 拉到了就是說吉林去 那就可以打到佛洛伊達 對 一萬兩千到三千公里 所以這個就是說 美國第一次 這種感受到一等一的 這種國土安全威脅 對他來講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他也不會去通知什麼日本 或者是澳洲 因為他反而會告知中國說 這樣做好 因為他在去年年底 自己的試射結果失敗 對不對 那同時英國俄羅斯也都失敗 所以就表示中國在技術上 在能力上 已經具有 這種核武報復美國全境的這個能力 雖然他還維持的就是說 不首先使用 以及不打非核武國 這是唯一的一個核武國 維持這個原則的 對 所以呢 我是覺得日本也沒什麼好抱怨 對不對 你應該抱怨美國 為什麼不先跟你講 先跟你講 你就不會那個連號 你就不會經過台灣海峽了嘛 對不對 來不及了 對 那個時候已經來不及 那已經 那個時候如果你停下來 或者往後退的話 那個就丟大臉了 所以我是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西太平洋的這個 反區域拒止跟反介入 這又會被強化 然後呢在第一島鏈呢 當然也會多一層顧慮 還有呢在台灣海峽的軍事的 這些動作回去 都會很顧慮 但你千萬不要誤會 他絕對不會停歇下來 反而會加劇 美國自己在這邊部署 不會快速增加 就跟美國過去這幾年一樣 其實都停下來 但是他會透過代理人 而日本 從2023年到27年 這個這整個43兆加起來 5年43兆加起來 到23年27年之後呢 變成11兆 就是預算加倍 你想想看你有這麼多錢 你只能買武器 你要買什麼東西 是 這個真的很大的影響 沒有人很深刻的去思考 不管誰當日本的首相 你一下多出來一倍的錢 預算 你要怎麼用 對啊 對不對 你當然會採取很多的作為 然後同時這個時候 中國的核武能力增強 你要趕快去抱一個大腿 那就是核子保護傘 美國對全球就兩個承諾 一個是北約 冷戰的時候的北約 以及日本 美日安保 美國對韓國都沒有承諾 我們叫延伸嚇阻 也就是核子保護傘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 俄羅斯用核子彈 去打了波蘭 北約啊 美國會不會回復 報復 俄羅斯 不會 但你如果打德國他就會 因為他的基地嘛 對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日本當然 自己也會緊張 也會恐慌 中國的核武能力越來越強 繼續去抱美國的大腿 反正我錢又增加 那美國就說 那你要當我的副警長 你要坐這坐那 所以剛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賴清德也是一樣啊 我們就多買一點 現在我們的國防運算 也加倍了 對啊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邏輯 然後因為呢 日本啊 中國大陸沒有無緣無故 會去打你啦 只是你天天在講什麼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等等 不然無緣無故 中國大陸為什麼要打你 他有沒有要侵略你的野心 那更別說呢你日本啊 你增加那麼多預算 你幹嘛 你要有個假想敵 你假想敵真的是中國大陸嗎 還是俄羅斯還是朝鮮 你要講清楚啊 他講清楚了 他講清楚了 那今年的防衛白皮書 說中國是日本最大的戰略威脅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是你戰略威脅呢 對 那這問題在哪裡 中國大陸要打你嗎 是你侵略過中國 好 那你看到石破帽 你當了這個首相之後 你增加那麼多的預算 你要買武器嘛 但是呢 你有成 你有能力變成了亞洲北約的 這個棋子嗎 尤其是來看到這個亞洲北約這一塊 日本的這樣做法 國務院的亞太助行康達說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美國前國安會的亞洲事務資深主任也說 這樣子 其實也是不認同的 不認同亞洲北約 Politico還說呢 對美國來說 石破帽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夥伴 然後呢 其實還有美國學者說 他可能為美國帶來麻煩 認為呢 美國跟日本簽的協議已經過時了 而且帶有佔領的味道 其實中國大陸對石破帽也有說 我希望你跟我相向而行 那個是議員石破帽講的話 我覺得他當的首相 他會了解現狀 OK 我的同學康達很理性 我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經常吃飯的 Green Michael Green 我覺得他也很理性 因為美國在要搞 要搞所謂的印太北約是不可能的 大家他自己沒有這個意願 他要幫你提供核子保護膳 怎麼可能我剛講過 他只願意提供給日本 對 然後呢 別的國家也不會參加 你覺得在東南亞誰會參加 菲律賓真的會參加嗎 其他也會 有這個膽嗎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那有這個必要嗎 但是他現在做小多邊 也就是雙邊加三邊 然後把大家做連結 就是美日美韓 AUKUS Quad 其實你要注意到 他是讓你們做連結 他自己在旁邊 這個假性連結 因此我是覺得 亞洲版北約是他議員的時候講的話 不太可能會成為他接下來的 真正的現實的政策 他可能最多再講一講 再講一講的話就表示他頭腦 真的不太好 那如果做了首相還講這個話的話 那可是呢 可能接下來他要反對 反而要面臨的 石破茂面臨是他的這個國會大選 對 是不是10月27號 還是要再往後延 聽說是10月27嘛 對他可以最快的話 但也可以往後延 可是呢 我覺得其實 這個反而是他面臨到內部 他最大的挑戰 所以說不定 是不是有可能他失去執政 目前看起來應該不太容易 可是之前石破茂會當日本首相 你猜到了嗎 這絕對猜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也被解讀說 連這些大國們 你們這些的人才也被說 日本的政治就是非常的僵化 你自己黨魁 自己廝殺完半天 就會變成首相 所以你的心血也太少了 所以這也凸顯出 你這個民主 所謂的民主體制 真的選得出好的人才嗎 美國是如此 日本現在也看到了一個 民主的一個悲哀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你不斷的抗中抗中 你真的能夠換到什麼呢 尤其是來看到 中國大陸這個一發入魂的 東風31AG 都已經發射成功 還不是最新型的 美國看懂了 那周邊的這些 你還要真的抗中嗎 那美國現在又來了 白宮29號發布聲明 說拜登總統 授權對台灣提供的是 5.67億美元的 這個軍事的援助 那美國說什麼 這是為止 目前為止最大的手筆 對此大陸外交部 又有最新的說法 痛批美國是以武駐毒 會自食惡果 一起聽看看 美國執意以武駐毒 必將營火燒身 自食惡果 我們敦促美方 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停止以任何方式 武裝台灣 美國不論向台灣 提供多少武器 都絲毫動搖不了 我們反對台獨 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 堅定決心 好 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時候中國大陸 已經成功發射了 東風31AG了 結果美國這個時候 又加碼給武器 那戴青德丹很開心 但是對台灣是好嗎 就不過我剛才講的 美國現在自己不進來 他要你 帶你人開始在衝撞 這個5.7億美金 有三點要大家注意到 第一點 他是軍事援助 他不是軍售項目 那是今年4月份的時候 拜登跟國會要了900億 中間600億給烏克蘭 144億給以色列 然後其他的給印太 就知道我們台灣 分到多少了 5.7億 其實沒有多少 然後項目 第二點要注意到 是什麼項目 都是不對稱作戰的 這個項目 其實也就是什麼 裡面兩個東西 第一個 也就是 重要的項目 我都給了烏克蘭的 給以色列了 有一些 在烏克蘭戰場上 被證明不行的 彈簧刀 那個是被罵翻了 現在給台灣了 然後呢 還有一些城市 還有一些無人機 還有一些 或者是說反裝甲 坦克啊 等等之類 這些東西 砰砰砰 變成一個包裹 然後給台灣 那我想第三點 這個是每一個 要離任之前的 美國總統 大概對台灣的一個 大禮包 或者是一個 或者有一點贖罪 因為過去 他們在任的時候 台灣都會跟他們談 我要這 我要這 結果談了 後來發覺到最後 任期到 啪啪啪就給 從其實柯林頓 小布希 歐巴馬 川普 都是如此 川普還給的最大的 但是各位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已經 付了超過200億美金的 軍售項目 到現在一個都還沒來 對啊 來的有些東西 還說發霉啊 這個有問題的 對不對 然後就剛好這個 不對稱的東西 剛好又跟現在這個 40萬的所謂防衛任性的名利 黑熊部隊 加上台式國民兵 去做結合 天啊 你看 那賴清德會很開心嗎 又在吹這個 拜登給台灣 挺台灣 但真的是挺台灣 這跟日本一樣 你沒事找事 中國大陸沒有要對你 日本怎麼樣 結果你搞了半天 那你跟中國大陸 台灣的部分 你不好好談 你只會兵融相見 武裝自己 你反而會呢 深受其害嗎 更別說 我們剛才不斷提醒 中國大陸東風31AG 都已經能夠有這個 全球打擊能力的話 那你美國不敢進去 只會叫代理人而已嘛 那更別說 菲律賓你也是不要昏頭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你會發現說 菲律賓你現在是被 中國大陸三邊夾擊 來看到呢 是呢 9月25號的時候 這個是 遼寧艦的航跡圖 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是要防止什麼 防止美國偷偷的 想要呢 因為羅斯福號 25號在這個附近嘛 因為呢 這個東風31AG 就在這邊附近嘛 要防止你啊 可能要去撈東西嘛 所以呢 遼寧啊 在這邊 要防止你 美國 羅斯福號 有一些威懾的狀態 那更別說 那你菲律賓的部分 菲律賓最近也跟什麼 日本啊 美國啦 進行演習 在南海進行演習 但是你被三邊夾擊 這是山東艦的 航母編隊在南海 然後呢 中國大陸解放軍 南部戰區 在黃岩島 進行了延續 兩邊夾擊 那在二十幾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遼寧在這邊 所以你是被三邊夾擊 是啊 據說在南海這邊 從山東艦跟相關的演習 加上海警跟漁船 251艘 對 因為他們 這個媒體 菲律賓 菲律賓算的 菲律賓自己不斷的講 我們又要再回去先兵交 我們要回去先兵交 但是 這個放話是放的 不斷的重複 可是現在一直還沒有抓到 就是說他們真正的動作 所以你看這個兩 這個兩個航母的這個夾擊 就很清楚 對不對 那現在美國又要把林肯號 調回中東去了 對 對不對 因為然後另外從 西岸那邊 東岸那邊再叫來 杜魯門號 對 你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福建號 也下水了之後怎麼辦 不想要在 事實上是在海上 但是在海側 對 可是他如果在 他如果在服役的時候 你想想看這個地方怎麼辦 對啊 對不對 你美國又不敢進來 是啊 是啊 所以菲律賓你真的不要傻乎乎的 因為中國大陸 光是這個兩艘航母 美國就已經會很緊張 美國你不可能派出兩艘航母來這個地方 因為他要顧中東 以色列 東打西打 他需要有人幫你圍事啊 美國雙航母又要去中東了 美國能夠動的就是三艘航母 所以他怎麼掉 就只能再掉出一艘來 已經是擠出來的 那再回到上一章 你可以看到是說 美國就真的很愛拉著日本菲律賓 你看 9月28號的時候 日本護衛艦聯號 在南海跟美國菲律賓 這些進行演習 說要抗衡中國大陸 他在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澳洲紐西蘭一起 是 那 到這時候是自由航行 他沒有說在威懾中國 威擇中國 他光來其實就是 我們台灣自己這邊 綠營的做了這個P圖 就說他們在集體的威擇中國 但他其實是在做自由航行 那到了南海 他也是說自由航行 再加上澳洲紐西蘭 所以總共五個國家了 跟菲律賓美國一起 但是呢 也都是各自一招 這個小型的驅逐艦 所以 什麼威擇 遼順以吳 5比251 你怎麼比呢 周到還有航母在這邊 還有一個航母在那邊 你為什麼講這一塊呢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其實把這個海圖打開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邊整個這個情勢 因為他們彼此都很理解 但是呢 美國就要把動作做出來 然後呢 要把這個 就是說 力量喊出來 要把這些國家一起招來 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做秀 然後反正 沒事的就敷衍一下美國嘛 對 所以也是陪著美國演戲 因為美國就好愛 尤其是拜登啦 拜登政府 他們好愛怎麼 打群架 哎呀 我們呢 大家要一起抗中 我們舉辦跨的啦等等 跨的裡面有幾個跟你走在一起呢 哎呀 你真的覺得 這個印度會呢 為了這件事情跟中文大陸開戰嗎 那這個澳洲 這個經濟 才跟中文大陸好好對接了 怎麼可能跟你一起在那邊抗中嘛 那你可以看到呢 中俄現在也是真的可以聯手的 中俄的海警艦隊編隊 日前在北帶 北太平洋公海 進行了聯合的演習任務 新聞週刊就說 中俄大陸增加在美國家門口的存在 之前在北極白令海等等 那我們也會用相同的方式應對 對 這也是一個新的這個合作的方式 也就是海警 的這種合作方式 其實他們在北太平洋 一直都有類似的這個海警船 就是比較大型的海警船 在那邊駐紮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展開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變換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